昨天下班的时候在路上捡了几个矿泉水瓶子 用它换了一些米 我思量了很久 拿它做一个什么好吃的 那就做一个家庭版烤肉拌饭 希望这种勤劳又有奖金的人 家里是有点余粮的 给100克大米里面加入125克兴水 看我们家的淀粉锅 beautiful beautiful 老话说的好 有米有肉吃了长寿 用刀在鸡腿上划个圈圈 把鸡骨头 取出来 为了方便入味 给上面打上划刀 用力不要太大 小心把鸡皮划烂了 然后我们把肉腌嘎子 500克肉里面放入3片生姜 30克料酒 40克奥尔良密质腌料 10克难得调味料 3克鸡粉 15克细辣椒粉 用我的左手轻轻的给它做一个马刹鸡 淋上20克色拉油 封上保鲜膜 腌三个小时 趁着腌肉的时间 咱们把拌饭酱弄嘎子 糊糊辣椒酱一勺 蚝油拌合分 海鲜酱四分之一合分 香油一勺 再来一点点芝麻酱 把它搅匀和了 这样咱们的拌饭酱就调好了 销魂能 肉已腌好 准备开烤 首先给烤盘上刷上油 防止粘连 放入腌好的肉 大家要注意一个小细节 肉皮朝上 烤箱提前预热 上下火温度230度 先放上最上层烤15分钟 时间到取出鸡排 拿出后放入底层 再烤15分钟 时间到取出鸡排 颜色红亮 香味扑鼻 特别nice 谁说二两米饭不好蒸 我今天就蒸了二两 米饭放入碗中 放上烤好的肉肉 荤素搭配健康美味 再给生活来点绿 挤上秘制酱料 这样美味又营养的烤肉拌饭 就制作好了 怎么越看越像家门口的外卖呢 拌饭一定要拌起来吃 你看我吃 是不是特别香 赶快回家自己做 天冷了 所以阿渡这几期出的视频 基本上都是外卖系列的产品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如果你想了解学习更多 请持续 关注我们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